下班好累 零食想要按摩一下 探個頭髮 吃個美食好像也不錯 購物平台幫你搞定 綜合電商平台 也搶進電子票券市場 攜手電子票券網 首播上架超過5000個 吃喝玩樂方案 標榜消費者最晚可以 15分鐘前下訂 及時預約 考慮到消費者 這個對於服務的這種 多變的需求 所以他其實在網路上 他其實 他可以多看多比較 然後他選定之後就去服務 就直接進到店裡面 特別是年輕時代 Y時代 Z時代 他們在線上消費 指示電子票券問世已久 由老大哥哥媽擠 稱霸生活類票券市場 蝦皮秀到商機 2020年也開始販售 美食美髮按摩等電子票券 生活市集 則是在9月下旬進軍 起初優先鎖定便利商店 速食餐廳 PC Home這時才進場來得及嗎 那其實電子票券的市場 他其實還有再成長的空間 可能以往的票券 他可能是以這個量體 比較大的折扣優惠作為考量 但如果說他現在是希望 馬上去做訂房 馬上去做餐飲的消費 所以可能會考量到 就是我們講到的新世代 以及旅遊族區 這種臨時性的商機 跟都會的商機 根據市調公司報告指出 台灣總體禮券市場 大約有400億元 年輕世代習慣綁定電子支付 刷一下就能付款很方便 再加上現在很多人購買電子票券 不侷限自己用 還能遠端送禮 票券市場持續看竅 也難怪大家都想來分食這塊大餅 TVBS新聞董教均運貧 台北常報導